香港一个智库组织的调查显示 香港人普遍认为他们的城市在越变越差 相反的 新加坡和上海的居民则觉得他们的城市在越变越好 私会政策研究所在2015年8月到2016年1月间 在亚洲几个主要城市进行了调查显示 70%的香港受访者表示 香港越来越不宜居 认为香港变得更好了的受访者只有7% 而67%的新加坡受访者和51%的上海受访者 都觉得他们各自的城市更加适合居住 另外 66%的香港受访者表示 香港不是一个适合他们的孩子成长的地方 而同样觉得自己的城市不适合孩子成长的 在新加坡只有13% 上海则是16% 研究所表示 这样的心态将影响香港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香港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也远低于另外两个城市 他们最不满的方面包括政府质量 住屋质量和成本以及教育 他们所在教育的城市 公元认为代表达的地区 val予留在山高的周期